您别动 我来 谢谢 谢谢啊 不客气 我来陪你 你好 你好 好 明月 你来吧 小楠 准备怎么样啊 还行吧 精神缓发 朝气风波 我相信你一定能政府里面这把老头子 什么话呀 各位同事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 您站在这里为大家展示 我们明月有个笑容 夏小姐 你不用说了 蒋总 我还没开始呢 已经够了 我准备了十页纸的批评 不需要 到会议室去登吧 好 您答应过给夏明月三十分钟的 请您尊重诺言 对在座的各位而言 时间就是金钱 我不想再浪费那三十分钟 这不公平吗 沉住气 否则干不了大事 佳南 听你爸爸把话讲完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刚刚老廖进来的时候的 她的司机没有跟上 被堵在人门口 是夏明月小姐帮老廖抬起了轮椅 推她进本的 这姑娘心眼不错 老廖 从来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 知道她的人 认识她的人很少 但是夏明月 却把老廖 直接推到她的座位名台前面 这说明了什么 她事先做了功课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 她把老廖推到座位面前之后呢 就顺手倒了一杯水给老廖 她既然从事的是服务行业 这些细节肯定很在行 那杯水倒完之后呢 她放在老廖的右边 可是又顺手呢 把老周的那个水杯 移到了老周的左边 这老廖是右撇子 她把水杯摆在老廖的右边 但老周是左撇子 她把那个水杯摆在老周的左边 方便老周取 连我老婆都做不到这么细啊 光凭她这几年表现呢 我认为她今天就可以征服我们 因为她对我们这些人的习性 还有需求 是莫得一清二楚 辽了指责 所以我就觉得不用浪费那三十五分 我看好的 不是项目 也不是团队 而是创业者 自身的修养 这个夏明月啊 我看好的 细节决定成败 夏明月对细节的把控 让我非常惊叹 我同意投资 我对这项目的前景也非常看好 我也同意 参与业外的就是服务 在这点上说 夏明月 无懈可敬 我同意投资 她为说明会做的准备工作 让我惊叹 我相信 明月楼在她的手上 一定无往不利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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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 全票通过 什么 董事会所有成员 全票通过 可是我 我什么都没说呀 你是一个字都没说 但是你已经征服了他们